絕對是兩情相悅 藍白河不但是我們兩黨的事情 也是全民的事情 我們看到台灣超過六成的民意 都希望我們能夠團結在一起 為了台灣人民 為了兩岸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為了公平爭議 為了太多太多要來一起改變台灣 柯主席講的這些改變台灣 都是我們大家一起在做的 也是侯友宜市長的一些想法 這個沒有問題 兩情相悅 當然就是最後一定要走上婚談 那有關於前面的準備工作 我們在九月的時候 我跟柯主席見面的時候 對於一些共同的政策 還有我們立委的周邊的這些選區 我們都談好了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那上個禮拜 我跟柯主席見面的時候 其實關鍵重點就在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組成一個團隊 最強的團隊 那這個最強的團隊 就是藍白河所有民眾的期待 那有人會說 這個期待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就是侯柯配 或柯侯配 我們都願意 這個是很最開放的一個態度 簡單講就是 兩邊要成婚 新郎新娘總要確定吧 不能說 這個只有我一位 然後另外一位是開放的 另外一位是其他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要求 在那天我就跟柯主席講得非常明確 就是我們一定是 侯柯配或柯侯配 那至於做的方式 他提的全民調也好 或者是我們提的民主初選 一定是這兩組吧 兩個選擇讓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 認為是這兩情相悅之下 是侯柯配還是柯侯配 我們都尊重最後的一個結果 這個是當天我們得到的一個 最明確的一個共識 但是 但是我相信這一定要當事者 當事者見面 所以接下來就 侯市長跟柯市長在21號吧 21號 21號晚上見面 這見面的時候 我覺得 到現在為止 我只能這樣講 絕對沒有逼婚 這因為所有的婚期也都講好了 很多方式都講好 最多是碰到一些細節而已 碰到一些 我們簡單講就是 最多講聘禮的大小 或者是婚宴要請幾桌 類似的問題 結果 今天 我覺得 柯主席 也謝謝柯主席 直接回應我們 但是拜託 我們一定確定第一件事情 就是 新郎新娘 就是 侯友宜跟柯文哲 或柯文哲跟侯友宜 這個是兩情相悅 一定要 在同一個選票 我今天不把 不講棒球了 講棒球的話 就是一個是投手 一個是捕手了 一定在同一隊裡面 這個是一定要確定的 然後 我們大家保持這樣的一個心情 很多問題都能夠解決 那 以我過去的經驗 我跟侯市長都當過很多的證婚人或媒人 現在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就是典型的叫做婚前症候群 婚前症候群 婚前症候群你們都清楚 英文叫做COVID 那不要那麼嚴重 我們大家把它輕鬆看待 我們持續溝通 我相信 藍白河不是朱立倫 不是侯友宜 也不是柯文哲 也不是少數人的事情 是全民的事情 我們秉持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們堅持下去 最後大家會歡喜圓滿 然後最後得力的是全體的台灣人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